我们注意到您这个近年来 就是多次的访问大陆 然后也在不断地在两岸间奔走 就是推动这个交流融合 那其实可能我们了解到 在台湾也会有一些压力 有很多压力 那么就是说 我们想知道您这个坚持的动力是什么 我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而且包括哪怕我从政之后 我的重心还是放在青年的这个教育工作 青年的这个事务上面 所以我说这个是不忘初心 而不忘初心的原因是因为 年轻人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虽然不管是千从山万从山 各种的阻隔跟为难艰难在前面 只要认为自己是做的是对的事情 对国家民族的未来 对两岸的和平统一是有好处的 虽千万人无亡以 我想这就是我会这么做的原因 不能光说不做 您之前也有讲过 对 那么具体是怎么样来做呢 就是从哪些方向来做呀 刚才也讲到很简单 交流是重要的 为什么交流很重要呢 除了刚才我谈的以外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因为你只有透过交流 才能够了解到彼此 才能够将心比心 才能够换位思考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样 就彼此替对方着想 很多问题可怕就容易解决了 就能够真正的大家的融合 而且是真诚的交往 而且可以真诚的合作 就携手努力 携手共进 所以这是一个交流 另外我说两岸之间 具体的一个做法 我要用这个星云法师 星云大师讲了一句话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如果是大家都 发挥正能量 那我认为 这很多问题就很容易就解决了 所以这是要做 就是要做 你没有付诸行动的话 你面对有时候 这百年的这个变局 那么当然是一个挑战 对每个人挑战 而且每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都会面临到不一样的议题 那么既然面临不一样的议题 面临百年的挑战 话说回来 那也是百年的机遇 也是一个机遇 是不是 那如果是你内心充满了正能量 来面对这个百年的机遇 百年的挑战 更有奋发向上的心 目前的话 在早那些青年 他对于大陆的认知是怎样的 大部分都没有来过大陆 所以他们对大陆的认知 往往从现在变化 已经是改变了 这教科书当中 他吸收到的 而这教科书的改变 就是现在我们觉得最痛心的地方 整个教科书跟我们以前念的不一样了 所以我刚才一再强调 说是今天的民进党政府 企图用教育的方式来切断两岸的期待关系 所以他对于大陆就有很多 您该说的误区 他对大陆什么人权 制度 自由 民主 他都是质疑的 那为什么他会产生那么多质疑呢 就从错误的讯息 这个错误的讯息 不但是来自他错误的教科书 还来自于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的媒体 在影响岛内 台湾岛内的这个媒体 然后在散播错误的讯息 你说这些年轻人 怎么不会有误区呢 所以你要破除这些误区 就要我说用刚才这个方式 你要破除他的迷障 让他亲自去看 亲自走走 亲自看看 才能够破除他的误区 找到他正确的方向